心里想,去分别,所能了解 由此也不能用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新的作义 去催多,去分别,就是不可思 那么这就所谓不可思义呢 既不可以言以形容,也不可以用心去催多 那么方便把它建立一个名称 就叫做佛的知见 佛之佛见 这什么东西?就是佛的知见 而方便品里面呢,就是显示佛的知见 这后边就开头说 佛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失 开始误入佛之知见 要使众生开始误入佛之知见 目标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开始误入佛之知见呢,都是方便 不用这个言以的方便呢 众生根本没有办法体会 所以建言说 来方便说出这个不能用言说表达的道理 所以这个涅槃里面有四句 说生与生不可说 生与不生不可说 不生与生也不可说 不生不生不可说 大致多论也有 生与生不可说 就是生生不可说 生不生不可说 不生不生不可说 这个叫做四不可说 那么这个法本来就是不可说的 那么不可说为什么说呢 有因缘故一可的说 我不说 没有办法体会 所以方便便到后边的俱松啊 佛成佛以后 来看看众生不能接受这个法 太深奥了 言词没有办法表达 心没有办法思量 他怎么能够传给众生啊 算了吧 我入涅槃吧 那当时动这个念头 后边经文就有了 所以啊 这本来就不能用言说的 现在不能不用言说 不用言说 众生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只好假言说而来 表达不能言说自凡 所以有因缘故一可的说 那么由此不但是这品经是方便 全部法法经都是方便 二十八品经通通都是方便 都是显示这个道理 不但是一部法法经是方便 前面说了四十几年的法 通通也是方便 乃至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 四十九年所说自法 通通都是方便 经历论三藏教典 无一不是方便 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是方便 十方三是一切诸佛所说自法 法法皆是方便 没有一法不是方便 那么以这个方便呢 开方便们 是真实相 才能够把这个真实相借这个方便来显露出来 这就是方便品的大一 不能说的太多 品题就说到这里为止 说多了 大家都要入定了 现在就讲经文 要讲经文了 先封科 这科判不大好不大好懂 看看科判 现在先封科 科判在书名上 书名上面有科判 因为品题是另外说明的 科判是解释经文的 经文要前后贯通 必定需要科判 没有科判 没有办法把全文贯通 那么在开头已经封过了 就是 由通讯基本两门 正说基本两门 流通基本两门的三大科 现在讲的是 别说基本两门的进门 进门 进门开全显示 有三段 第一 续段 就是续分 第二 正说段 就是正中分 第三 流通段 就是流通分 现在讲的是 进门正说 所以这个书名上 第二十七月的书名上 屏字下 第二 进门正说 就是进门开全显示的第二科 正说 就是正中分 进门开全显示的正中 说明开全显示的道理的正中分 进门正说分两段 那么第一就是钉字了 钉字下 第一 从现在的经文 二十四尊 从山脉安详而起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到后边 第三十八页 第三十八页 第三十八页的第一行的一句话 这圣大华席 到这一句话为止 有前面的句话 有前面的句话 三情 佛才说这个方便评的道理 这个叫做略门 略开三显一 动之生疑 这是第一科 再往下是第二科 从这个第三十八页的二十四尊告射立佛以下 一直到第九评 一直到第九评 首学武学人祭评 第九 这个经文在第四卷 卷四 到卷四 卷四的二百一十六页 二百一十六页 就是首学武学人祭评 完毕 到了二百一十六页的 集转次受决 身心变幻绪 再往下 有受学武学人祭评 第九 一直到这一品经完毕 第九评 完毕啊 那么已经是到了这个第二百二十四页 当然二百二十四页的新欢喜充满 如甘露见惯到此为止 这是属于第二科 属于第二科 叫做广开三显一 断移生心 广开三显一 断移生心 就是从二十四尊 第三十八页的二十四尊以下 一直到第二百二十四页 如甘露见惯为止 这是正宗分 进门的正宗分到此为止 再往下 法师品以下 法师品第十以下 是进门的流通分的 这两段 我们按照四地讲 先讲第一 略开三选一 动植生意 这一科里面呢 又分成两段 分成两段 第一 略开弦 第二 同移情 第一略开弦呢 又分成两段 物字下第一 略开弦 那么这个略开弦又分成两段 第一 就是几字下第一 长文重颂 探佛二字 这是略开弦的第一段 第二 重颂里面 由俱送 俱送正略开弦 动植生意 这是略开弦的第二段 现在讲第一段 长文重颂 探佛二字 这是几字吗 几字 长文重颂 探佛二字 再分两科 又再分两段 就是有长文 有重颂 那么 庚字下第一 就是长文 长形的文字 第二 就是重颂 因为这个长文重颂 探佛二字 有长文 有重颂 就把它分开 先讲长文 长文分两科 第一 济言探二字 济言说 来赞探佛的全识二字 二字啊 就是全识跟实识 全识 实识 叫做二字 济言说 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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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言说里显示 佛的全识二字 这是第一段 第二 济言探二字 直直不许说 那济言 济言探二字 这是长文的第二段 现在先讲第一 济言探二字 济言说呀 来赞探佛的二字 全识二字 这又有两科 新字下 济言探二字 分两科 第一 明诸佛 前识 第二 明释迦 前识 先月 始方三识 一切诸佛 那么主要是月 已经成佛 过去现在始方诸佛 来说明他所亲证的 全识二字 全识就是二字 全识十字 那么第二段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所亲证的 全识二字 约这两段文说 释迦牟尼佛先月 一切诸佛说 说完了才说 他自己自证的 那么第一段 说明诸佛的全识啊 人字下第一 说明诸佛的全识 又分为三段 三小歌 第一 双探 第二 双识 第三 双解 双 就是全识二字 全识二字 同时赞探 叫做双探 全识二字 同时解释 叫做双识 全识二字的道理 说完了 同时结 结束 总结 那叫做双接 所以课办里面叫做 双探 双识 双结 那么这么一小段一小段的经文 按照这个课办 来做解释 先说第一段 跪字下第一段 双探 看着经文 先把这个双探的经文念出来 而十四尊 从三脉 安详 而起 告 舍利佛 诸佛智慧 神身 无量 其智慧门 难解 难如 一切生文 彼之佛 所不能知 这就是双探 跪字下第一段 双探 而十 这个所谓尔十 就是 从这个尔十 世尊从三脉 安详 而起 告舍利佛 这几句话 是结极的人 安上去的 所以叫做 经家续义 那么诸佛智慧以下 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 诸佛智慧以下 才是佛说的 那么 不到一行的文字 到舍利佛为止 这几个字 就是结极的人 为了人 喊 喊 上下文 所以把它加上去 所以经家续义 儿时 是什么时候的 儿时呢 而这一部经前后 儿时有很多的 所显的意义 也处处不同 现在这里的儿时 是指 文书 接受 弥勒的请问 而大复完毕的 那个时候 就是 佛入定放光 现种种的瑞相 那么 弥勒 其疑啊 请问于文书 而文书 解答完毕之后啊 佛出定了 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 要从 已经从定出来 啊 就是瑞相 已经散去 啊 那么 佛已经 要出定 啊 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儿时 就是 文书 大复的话 说完那个时候 佛从定期 的时候 世尊 就是指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而其 这是说 佛出定了 佛出定 前面入定吗 现在出定 三脉 是旧义 三脉 有人把这个三脉 把它看成味道的 味啊 都是拿三脉啊 咸的 辣的 苦的吗 那是六味 三到六味 还是六味啊 好多 不止三味而已了 不是这个味 这是妹 心意就是 三脉地 恐怕人家误会 以为是苦辣酸 所以啊 把它翻成三脉地 三脉地 或者是三脉体 三脉体 三脉地 意义相同 都是三脉 三脉就是定 三脉地也是定 若定之后啊 从定而起 当时佛入什么定呢 无良益处三脉 无良益处三脉 无良益处定啊 也就是法伐三脉 就是法伐三脉 无良益处 就是法伐三脉 不二不别 因为前面先讲 法伐经的前兆啊 就讲无量益境 所以称之为 无量益处三脉 从益解无量 无量中解益 那么所以这个无量益处三脉 就是入法伐三脉 而释迦牟弊处前面入定 放光献锐 现在看到文书 已经解答完毕了 从他的定而起来了 所以说 从三脉 安详而起 什么叫做安详而起呀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一只安详下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又既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书实、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明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 www.5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dm 宜兰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即30系列超度法会 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3日星期五 农历七月也是佛门教校月 正是感恩、报恩、广众福田的大好时节 欢迎信众参与共修或于法会期间担任义工 藉由修复修会力量、忏悔、发愿 透过法会加持将冤亲债主转为自己的护法和助援 与会大众皆能同瞻法义 祈愿疫情早日平息大众能如愿参加法会 疫情尚未完全解封 请大家遵守防疫规定、减少群聚 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 随时公告周知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即于谐宴口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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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海望洋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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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北海亡羊 离他逃世房 发水长流远 几时收勇康 大北海亡羊 离他逃世房 发水长流远 几时收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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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北海亡羊 离他逃世房 发水长流远 几时收勇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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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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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北海亡阳 离他逃世方 发水长辽远 即使手勇敢 大北海亡阳 离他逃世方 发水长辽远 即使手勇敢 发水长辽远 即使手勇敢 发水长辽远 发水长辽远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 一切生命 周渡 一切生命 是终生你哭得了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界佛陀的独生 崩坏 二切生命 一切生命 四切生命 不一切生命 不一切生命 懈悦